中共政協主席汪洋20日 在統戰意味濃厚的海峽論壇上 指台灣協洋致重 遭到台灣當局反擊 在此之前 央視女主持的求和言論 得罪國民黨為中共幫倒忙 國民黨12年來首次拒絕出席本屆論壇 9月20日 汪洋在海峽論壇中以影片致詞 他聲稱台灣協洋致重 外部勢力將台灣視為和中國大陸博弈的棋子 汪洋對台灣的講話影片在網路上熱傳 激起網友一片嘲諷性 不少網友留言嘲諷說 台灣不會讀大陸就越來越讀 另有網友說 共產黨才是協洋刺眾 協蘇俄之洋挺而走險 另有網友說 當年不是沒打過 一萬多黨衛軍進攻金門縣 只剩下一百多個狼狽逃回下門 更有網友說 汪洋這些話充分說明 永遠不可指望共產黨改良 黑幫在各自爭取利益時 會起內控有爭鬥 但是他們本質上骨子裡是一樣的 都是以暴力掠奪的土匪 台灣陸委會20日下午也發表聲明 評擊汪洋 批評北京當局以片面一中原則 主張民工武嚇手段 企圖施壓台灣 聲明指出 台灣有自己的發展道路 不是任何一方的棋子 也絕對不接受中共設定的政治框架 本屆海峽論壇在廈門登場 國民黨本應已確定 由前立法院院長黃金平率團參加 北遼央視女主持李鴻 日前在節目中嘲諷說 這個人是來大陸求和 引發台灣潮野震動 國民黨在輿論壓力下 於9月14日取消參加 本屆國共海峽論壇 這些是12年來首次 讓視女主持人的求和之說 不僅得罪國民黨 同時引發台灣各政黨批評 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說 世界各國都在評擊中共之際 國民黨派人參加 含有統戰意味的論壇 還被中共黨媒說聲求和 實在非常不值得 台灣總統府發言人張順涵表示 兩岸交流必須對等同有尊嚴 國民黨應審慎思考 做出符合台灣的主流民意 和國家利益的決定 最近 有關美中脫鉤 美台建交的輿論 廢廢樣樣 美國國務次卿率團訪問台灣之際 有美國議員提議 美台恢復外交關係 美國也罕見撤會諸華大使 被認為是美中雙方斷交的前奏 有網友20號發現 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的個人Twitter帳號 突然改名為 《台灣駐美大使》 引發外界熱議 蕭美琴對外界回應說 這個大使稱號並非他自封的 而是他目前與美國政府機關 互動的正式式涉 乃是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 他還表示 我在美國代表台灣 實際工作和各國使館沒有什麼不同 而且很多美方的各界有人 都以大使來稱呼他 總統蔡英文9月20號出席 第二屆危魯加都更博覽會 就此事對媒體表示 不論蕭美琴的銜頭是什麼 都會抱持為台灣而努力 有批評認為 蔡英文此言 是巧妙地力聽蕭美琴更改銜頭 而且蔡英文最近的講話 似乎都有言外之音 較早前蔡英文18日晚 在總統府見請來訪的 美國國務次卿 克拉奇 蔡英文感謝美國對台灣的支持 並表示台灣有決心 踏出關鍵一步 一位外界認為 蔡英文此言 此話中有話 台美不斷提升政府層面的交流 疑似台美建交的前奏 中共對台美關係急速升溫 極其不滿 在美國國務次卿訪台期間 頻頻出動軍機擾台 釋放威脅信號 蔡英文20號出席一個公開活動時指出 中共一連串軍事威脅行動 對中共國際化形象並沒有幫助 還令到台灣人民更加警覺 更了解中共政權的本質 也令其他國家更了解中共的威脅性 他呼籲北京自我克制 並在台灣人的公開 和線索 面無故 原來 原來 突然間 原來 任何 消失 原來 原來 一